今天第一個貨櫃 為了一個 各位禁止給你朋友 我們努力八年 怎麼算把紅色的紅龍果 送到日本 今天早上第一個貨櫃 從台中出發 那早上跟黨委員還有很多委員 還有行政院副院長 我們一起把貨櫃公會 然後起運送到日本 那剛好下午我們的參議員 邀請院長 我們一起來跟他們分享我們的紅龍果 OK 你說你跟中共做進行 不好意思 剛剛有拿相當保健的感覺 謝謝謝謝 好 他說他兩個月前有告訴國安局 可是他說他也沒有辦法 國安局也說他也沒有辦法 我們國安局竟然會沒有辦法去掌握 一名中國大陸的記者在台灣控制台灣的新聞 那要你國安局幹嘛呢 尤其國安局這兩個月以來 來過我們國防外交委員會 被詢10次 沈柏陽身為委員 這10次的機會 都可以公開的詢問有沒有這件事情 要求國安局去調查 請問他有在公開的場合 談過這件事嗎 沒有 他只有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 我個人認為是假新聞的報導 之後說 我兩個月以前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真的很關心他的健康情況 希望他能夠一切安好 畢竟他是我們的同僚 民進黨就是這樣啦 造謠一條龍 那麼基本上死不認錯 答案其實很簡單 就請陸委會站出來交代 請國安單位站出來交代 事實只有兩個嘛 有跟沒有 那今天如果有 我要請問一下 國安單位為什麼不動起來 為什麼把人抓起來呢 今天把這些所謂的不用反滲透法 國安法來去法辦 今天被民進黨人士 被綠媒來指控說 有中共人士丁少的爭論節目 有就抓出來一槍斃命嘛 證據攤出來一槍斃命嘛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抱歉啦 NCC要不要進入啊 這些天很多的一個綠營的爭論節目 也都在大張旗鼓去談論這些事情 那我想請問 那這些算不算是不實的報導 那NCC你要不要進場 來去查這些不實的報導 那同樣的今天這些面對這些 釋放假訊息假謠言的這些民進黨人士 那我們過去很愛抓假新聞的政府 請問你 你要不要也要站出來 管一管抓一抓這些假消息的來源 所以答案只有兩個 有就把事實真相交代 就把人抓起來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出來澄清 然後呢 就跟這個受到牽連的電視台 那說一聲抱歉啊 就這麼簡單啊 那該組的法律程序就去走啊 說穿了這件事情 擺明就是王立強事件2.0翻版啦 就是一個扯到不能再扯 離譜至極的一個劇本 但是呢 就是還是會有一堆民進黨的人士 裝瞎啊 裝不懂 然後呢在那邊瞎起哄 造謠一條龍就是民進黨 沈柏洋不就是造謠一條龍的龍頭嗎 他的講的話 基本上公信力就是如此啊 當初說很早就已經發現也是他 對不對 那想請問沈柏洋 如果最後查無此事 今天你要不要站出來負政治責任 沈柏洋就造謠一條龍的龍頭啦 綠媒有爆發說就是說 好像有中國大陸的官媒 記者進到某電視台的評論節目 你自己身為前NCC委員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首先我要講就是 綠媒這樣的指控 他真的是要提出證據啦 那更何況 如果這已經涉及到國安事件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的檢調機關 都應該要開始要啟動偵辦啊 然後再說好像是有民進黨的立委 是不是沈柏洋他說他之前 一個月前兩個月前他就已經知道了 那為什麼不把這個事情 趕快告訴這個檢調機關呢 那反而是把這個訊息一直隱密下來 那現在就據他們所講的那個什麼 新華社記者不是也離開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對我而言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很荒謬 更很荒謬 台灣現在這個沒有什麼秘密啦 尤其是媒體裡面 新聞裡面沒有秘密 今天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大陸的官媒的記者 在現場直播的節目裡面去督軍 因為有這麼多這個不同陣營的名嘴 尤其是政論節目嘛 大部分他都是有藍的名嘴 綠的名嘴 白的名嘴 是舞檔的 對舞檔的大家都坐在那邊 你看到一個人在那邊 奇怪的人坐在那邊 對 一定這個新聞早就會被講出來了 所以這幾天其實很多的電視頻道 電視台他們都很生氣 就說莫名其妙的就被指控 所有的背影碎一圈了 說好像又跟大陸那邊 有收到大陸官媒的那邊指揮啊 其實這個我覺得它是嚴重的 對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侵害 就是就造謠嘛 其實造謠本身就是對新聞自由會產生侵害的 就是對現在的電視台 好這些主持政論節目的 或製播政論節目的單位 都已經造成很大的影響了 所以我認為NCC要趕快啟動調查 當然NCC現在只能夠釋懷的是電視台嘛 所以到底除了這個紙媒之外 電視台有沒有在旁邊幫槍 你都沒有去查證 就把這個新聞發出去 這樣子的一個未經查證的新聞內容 它可能已經損害公共利益啦 那這麼多的新聞頻道 真的節目都受到侵害了 那NCC當然要一把一職權調查 還要去處罰那個造謠的電視台 這一聽起來就是胡說八道的東西 有這樣的一個新華社的記者 沒事就跑到人家的新聞部 甚至製作單位 你以為不會有人馬上去跟媒體爆料嗎 其實這個政治操作非常明顯 一方面就是給大家扣紅帽子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恐嚇民眾 告訴大家說中共的手提升進來了 很可怕啊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呢 需要 你們覺得這像話嗎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 造謠產業鏈 民進黨再搞這一套一定會被民眾破棄 近日有媒體報導 台灣某電視台的政論節目 遭大陸官媒的駐台記者介入 不但參與主題和談話腳本設計 更直接在攝影棚內冰燒 引發社會輿論關注 對此中世兄網訪問了 場上政論節目的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一起來聽聽他的說法 其實很簡單 我看到自由的這種說法 我一聽就知道是什麼節目 那這位主持人我之前也很熟 所以我就問他了 那這個主持人就說 他怎麼敢做這種事情 他哪有這種膽子 那實際上也很清楚 因為那個節目不是只有找 藍營的來賓好嗎 他有找綠營的來賓 你覺得有綠營的來賓 看到新華社的記者來指導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很瞎的事情 真的拜託要造謠 至少要有一個基本 common sense 他裡頭講的那個新華社駐台記者 其實一大堆人認識他 他如果常常在某電視台的新聞部 這樣到處出目 早就引人側目了 那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多元自由化的社會 你以為電視台裡頭的員工 大家全部都是同一種想法了嗎 恐怕紅藍綠白全部都有吧 各種想法都有 那有這樣的一個新華社的記者 沒事就跑到人家的新聞部 甚至製作單位 你以為不會有人馬上去跟媒體爆料嗎 所以這一聽起來就是胡說八道的東西 而且整件事情又刻意等著這位記者 離開台灣之後 就死無對陣了 就直接摘給他 你們覺得這像話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做這麼low的事情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造謠產業鏈 民進黨再搞這一套一定會被民眾唾棄 其實這個政治操作非常明顯 一方面就是給大家扣紅帽子 然後去把藍白全部打成中共同路人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恐嚇民眾 告訴大家說中共的手已經伸進來了 很可怕啊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呢 需要NCC能夠趕快通過 才可以監督這些電視台啊 所以就是還是要去掩護這些所謂的NCC委員 但是NCC根本就是一個不該存在的垃圾單位 我覺得民進黨搞這一套 所有的民眾應該看得非常清楚 民眾的眼睛應該是雪亮